她是一个顶流女人性 可却拥有双重人格 白天扮演人喜爱的眼睛 到了晚上便化身治安为迟会的杀士 专门杀一些做不坏事 却没遭到法律制裁的人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任务让她暴露了自己 今晚像往常一样 把男人骗到荒郊野里随之啪嚓一手 男人便趴在窗户 而雅思并没有哭话 甚至还笑了出来 这种感觉使她很有快乐 还把这一瞬间记录了下来 最后处理完便转身离去 坐在保姆车上开始擦拭着身上的靴子 因为等下还有个电影发布会参加 对于维斯来说 杀人变成了她的一种恶趣 把自己装扮好后 打开门便又是一种任务 她开心地向记者们打招呼 似乎刚才的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 脸上散发出自信 光芒 第二天 男人离奇死亡的事情上了头条 可却没有网友分 而是连连叫好 甚至把这个神秘杀手叫猎 因为他是在为民除害 而这天雅思像往常一样 洗好澡去上班 来到了每天都来喝咖啡的地 做一杯自己喜爱的咖啡 可这是一个陌生短信却发来 和我一起玩好了 雅思本没在意 可这个短信似乎每天都在跟踪自己 无论雅思去哪 他都能知道 这使他很困扰 于是他准备找到这个人解决掉 使得他怀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咖啡店老板 他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家咖啡店 可却突然换了老板 再加上他手臂上的纹身 这个火就是那个陌生短信 给他留的唯一线 到了晚上 雅思故意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咖啡店 大山并不想让他进 没想到雅思不起自己 还到处翻看大山的书柜 似乎想找出一些线索 最后看到大山家还有三楼 便想偷偷上去 没想到却被大山看到了 严肃地拒绝了 于是雅思便找了的借口说想要去侧躲 找了半天并没有找出有用的东西 然而雅思萌生了一个小脑 拉着大山便亲了过去 大山使劲拒绝 但都耐不住雅思的准 最后也只能配合 可正准备上三楼时 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叫爸爸 给两人震惊道 原来这是大山的儿子 前妻因为有事送了过来 而大山的儿子一眼认出这是大明星雅思 这使大山很震惊 也变相地确定大山并不是那个跟踪自己 遇到家后 他怎么也想不出到底是谁在跟踪自己 大山排除在外 一个有孩子的父亲不可能是变态人 而最近认识的小女孩爱惊 他就是一个喜欢演戏的怪他也不可能 难道是以前认识的拉卡 他还没死吗 维斯有点疑惑 而这时信息突然来临 朱立勋的事情拖太久了 而这个朱立勋就是前几天压死了一只 这时代他的老金宠一波 雅思这次怎么自己挑选能下手 其实雅思就是想给跟踪自己的变态一个教训 但是为了不让老金担心 便说谎说自己爱戏洞 他可是压死为一个猫 老金并没有再问 而是帮雅思规划好怎么解决这个阻力 到了第二天 雅思像往常一样去公司 讨论着这次演的剧本怎样 而面对底流明星 老板的不敢怎样出声 这次的剧本既然是现在最火的暗箭猎人 可雅思并不想演猎人因为他正是猎人本 他这次想演剧本中的紧张 说着自己的看法 尽管众人觉得很迷惑 但是雅思能出演已经很不错 便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演主题 可雅思的双重人格显然有点影响了他的生活 有时候说着说着 便忘记自己说了什么 样子看着十分可爱 回到车上他又收到了短期 这次的他便没有退座 而是直接去到老金基地 准备今晚开始的 坐着保姆车 把自己装扮起来 每次出任务时雅思都很兴奋很开心 似乎这就是他人生的一种恶举 到了地方后 老金像往常一样把雅思放下盆 自己在出口等着雅思 而面对这么无气骂黑的地方 雅思没有一点害怕 甚至是变态现在正在跟着自己 但是还是没有雅思的伸手目击 以他快了一步翻墙过去 再三两下地把朱莉解决定 最后开着游艇离开 还不忘了给那人竖起终止 可让雅思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短信发来说 会让雅思付出代价 但雅思并没有在意对方本来 回到家后 把自己装扮一番去参加颁奖片 可变态的短信却一直发了 还说到会给雅思一个脸 等到你去领奖时你就会发现 结束后会有一个死掉 这时的雅思终于忍不住了 准备主动去找到这个发信息的人 看到玩手机的人他都叹脱去 依旧不是的 正当雅思准备离开晚会时 主持人却叫他上台领奖 无奈的他只能上台领奖 而不出意外真的有个人踏叉了 另一边的短信依旧不停地烦 还精确地说到雅思要去医院 这短信的另一头 明显的是能操控着这整个晚会 而今晚的事情却是教训 雅思昨晚不听他的指挥 维斯发誓一定要找到他 于是他开始住院治疗自己的胆结石 待自己的伤口慢慢变好 来计划这一切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神秘人既然往他家送东西进 这天维斯伤口好得差不多 便来到客厅 看到一个茶叶快笔 本想看看信封上显什么 可这时却掉在了地上 不能弯腰的他便直接走开 来到门口找到了老金 老金不仅是维斯的搭档 还是维斯的司机 维斯的事情也只有老金知道 他想询问老金沙漠里那晚 有什么奇怪的事 老金说没有 眼神中却藏着事 随后一个电话进来 老金想避开维斯接听 却被维斯强制在他面前接日 因为他也看出了老金的对境 老金没管 让他好好休息 这段时间没有出任务 便直接开车离去 而回到客厅后 维斯看到了那个信封 这个茶叶快递正是神秘人送美 在探着开封过的茶叶 维斯急忙地来到花园 询问经纪人和爱金有没有喝过 听到没有喝过后 他便直接扔进了泳池里 让他们去泡咖啡喝 而这个举动并没有让两人觉得奇怪 因为在他们眼里 维斯性格就是这样 想干嘛就干嘛 也是经过这个事情 维斯寻找神秘人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他找到了当晚颁奖典礼 给老板奉解的服务员 于是找到了他的资料 便一直跟着他来到了他的住所 记住了这个地址就转身回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神秘人又发来了短信 使得维斯背后发凉 可他并没有害怕 到了第二天晚上 他便偷偷来到了那个服务员的住宅 打开门一切都很正常 他翻找这房间里的东西 看到了一个白色的水晶 闻了闻感觉不对 便放进了自己包 带回去研究 然而刚走进房间 妈呀 吓死人了 只见男人坐在沙发上 拿着枪看着维斯 给维斯棱住 随后砰的一声 血字蹦得维斯满脸都是 这给他惊呆了 发现不对的他便及时从窗户离开了 好巧不巧的是给一个痴呆老头看见 而这件事也给维斯气死 这就是神秘人做的 为了教训维斯不退 他已经当着维斯的面解决了 他也知道神秘人就在自己旁边 于是他把外套和假发扔掉 开始对神秘人说 随后便搓风离去 来到了咖啡店老板家里 上来就是一顿 这次的大山没有拒绝他 可由于两人太激动 大山把维斯的伤口弄爆 手上都是血字 维斯看到后 还以为是自己刚才脸上的没有擦干净 左右摸了一下并没有 于是大山便开始帮维斯处理伤口 大山也知道维斯心情不好 才来找的 可维斯却一直都怀疑神秘人士 这次也是在试探的 他明着问大山是不是跟踪自己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 刚刚好就是他被跟踪这段时间 他天天喝的咖啡店 老板去换了 房间里还都摆放着他爱看的书中的 也是这些话一出 使得大山很生气 两人也随之不欢而散 第二天 他和神秘人的约定就是今晚 他觉得老金最近不对听 便跟着老金来到了一个游乐场 老金一整个心情低落 看着墙上发着一家三骨 好像与家庭也不惯 维斯想不去安慰他 想拍一下肩膀但犹豫 还是直接坐在了老金旁边 不愉快 老金和维斯说 这个话也给今晚维斯和神秘人敬礼 留下了伏笔 晚上 维斯接到神秘人的信息后 便开着自己的魔力出发 他似乎一点都不害怕 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楼房 维斯在明 神秘人在爱 对于维斯来说他肯定是吃亏的 然而此时神秘人却突然出现 开始攻击维斯 伸手方面维斯还是不错的 但是长时间打下来 体力不支的维斯被神秘人 敲晕在地 随之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气 直接点火离开了这 留下晕倒的维斯一人在这 火越烧越大 阿豪老金的突然出现 把维斯救了出来 也是通过这次的遭遇 维斯终于弄明白了对方的需求 原来是想要他的命 为了引导他见面 神秘人先是雇佣服务员把老板杀了 而给服务员的报酬是一个像水晶一样的 这玩意最恐怖 维斯想想都有点发动 他还以为服务员是拿枪杀自己 没想到却是自杀还喷了维斯一领 这水晶玩意吃多了会产生患剂 而让维斯想不明白的是 谁会想要自己的命 那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卡拉 听维斯的意思 这个卡拉和维斯有仇恨 但是卡拉应该是死 维斯有点不确定 他可能还佛着 越说越兴奋 这给老金气道 因为维斯很喜欢这种挑战刺激的男子 但是老金觉得太危险 老金知道自己拗佛威 便说掉了几句没再说话 于是两人便开始调查 去莫莉娜拉克斯的车辆 监控里看到的是 车辆回到了这个公司 而这个公司肯定有水晶 只要找到水晶 就能确定那个人是谁 但是这是一个出货仓 里面有很多分区 需要去排查 维斯准备今晚就开始动手 但被老金拒绝了 这次的调查不准维斯参与 尽管维斯怎么哀求 老金依旧坚持 因为这个神秘人就是冲着维斯来 到了晚上 老金独自去看楼 而维斯也乖乖地在家等候 无聊的他和爱晶一起玩起了游戏 两人还说到了男人 维斯说以前他很喜欢一个男孩 便送了一朵玫瑰花给他 没想到男孩当着他的面板玫瑰花收 至此他对男人便没有兴趣 说着说着却想到了大山 于是第二天他便带着玫瑰花 来到了大山的店 送了一朵玫瑰花给他 还专门提示他不要吃 觉得那晚他太过于自大了 和大山道歉 大山也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 两人便互相道歉 而这是老金的一个短信叫做 大山的好奇心很大 越是不让吃 他就越想尝试 拿着花瓣就咬了鸡口 没啥味道啊 而另一边 老金提示维斯离大山园 一个刚认识的人 你都不了解他 让我调查清楚了 你再和他接触 维斯反驳了几句 但是想了想老金说的话并无道 而老金已经排查好 准备今晚动手 维斯一脸兴奋 但是这次行动 老金硬确定和维斯说 他不能参应 晚上老金一人独自去排斥 然而此时却有一辆车突然进来仓库 维斯这边也收到了神秘人的警告 立刻就打电话给老金 却无法接通 他便开车过去寻找 还好来早了一步 一下子就被好多人追杀 感觉不对的老金 便赶忙和维斯撤离了这里 老金觉得这些人是不拥兵 而且还是冲着维斯来的 回到家后 依旧睡不着的维斯便来到了大山的店里 两个喝着小酒开始聊着心事 这一刻很美好 但是很难让维斯不怀疑大山 毕竟他出现的时间这么强 而这时维斯接到了老金的店号 今晚排查的水晶公司就是一个空壳 另外还查到大山是一个好 就是车祸过失致死他人 被入狱了三年 因为良好的表现 提前放出来了 也是这些话 使得维斯对大山放下了戒备 进去就深情地探着大山 在这暧昧的氛围下 两人也互相表达了对方的爱 可画面一转 一个空旷的房间墙上却固满了维斯的照片 还有这个楼梯服 这不正是大山的楼上 而此时维斯却正在和大山研究昆赐的鞋 第二天 早早就起来的大山 却一直盯着维斯 眼神也充满了爱 两人打斗了一次 文林却想了 原来是大山的儿子 今天周末是归大山大 房间里 维斯想捡起地上的手机 却不料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杂志上全是维斯的资料 他懵了 回想起之前大山说不认识自己 而现在房间却出现了这些 很难让人不怀疑他 这次维斯没有打草精神 而是装作没看见一样 可表情已经出漫了 大山也有所怀疑 早餐上 维斯盯着大山看 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而这时一个电话响起 大山却是躲着他们接听 电话很急促地叫大山做些什么 听完后 大山检查了一下架 似不害他有人知道他的命 另一边 维斯也趁着这个时间 询问大山的儿子 你们爸妈是什么原因离婚呢 小孩一脸的胡耐 他并不想谈论这个事情 维斯说好吗 而此时网上却炸过 全是骂维斯的谎 因为路人偶遇维斯想和他拍照 但是维斯不乐意便说了脏话 被有一人传上了网上报 经纪员一直在维斯旁边嗷到 但此时的维斯心里想的都是大山 他一脸的怨 大山到底是什么身份 而老金这边也有任务传唤维斯 让维斯去接触一个P-talk 但这次不是杀人 而是从他的口中 得到之前查的空壳公司的老总看中 是让我们找到他就能知道 跟踪你的内作非手是谁 老金好奇地问起了网上的骂你 是因为什么事吗 维斯说就是那天和大山的儿子一起 大山有事去接了个电话 让我看着 没想到一会的功夫 孩子就不见了 他想去找 但是一直被粉丝拉着拍照 他便气愤地骂了一句 然而就是网上那样 老金听完说 也许爱上了他 爱 维斯也很猛 可能吧 但是大山的身份使他很欢迎 晚上 维斯查着皮拉克的资料 而爱金的举动很反常 他偷偷地躲在一旁 很怕人看到一样 维斯跟了过去 询问他 这是维斯很怀疑 难道爱金也有问题 但是他没有证据 他只能装作像平常一样开玩笑 而爱金的电话那头却是大山 这两个人既然认识 不是吧 这太烧脑了 而今晚维斯也愿意 上次认识的警察 两个人都是互相试探 上次的那个案件 因为一个痴呆老头 他就自动怀疑人 而维斯也是为了不让他反应 便主动地让他了解自己 一晚下来 维斯喝得差不多了 他趁着酒意来到了大山的店里 上来就骂大山是个骗人 但具体骗维斯什么他自己也不说 大山也只能当作他负罪 这也是维斯暗戳戳的警告 第二天 维斯便开始了老金给他的任务 英女郎的身份来到了肥仔的房间 再连懵戴哄地把肥仔骗轻 再拿到情报后 便直接离开 今天也是维斯的生日 老金拿着一个小蛋糕给维斯庆祝 送了个礼物给维斯 回到家后 就听到刺耳的音响 他不耐烦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爱金走了过来 以为维斯会醒了 叶丝丝丝和经纪人弄了派对 还叫来了大山 维斯很惊讶爱金怎么会有大山的电话 爱金说在网上查的 他店铺里有电话 还说到了那晚躲着打电话 就是给大山的 想给你惊喜 一切好像都圆了回来 但维斯依旧觉得大山不对劲 聚会了 他不参加 而是一个人呆呆地站着 最后还独自来到了维斯的地下室 这一班人根本就找不到 这使维斯更怀疑了 第二天 准备和老金一起出任务时 果真就出了问题 在维斯去杀肥仔时 老金这边也收到了调查的信息 但是太晚了 而维斯这边把肥仔杀完后 却听到了警察的车响 他急忙躲在一旁 然而出现的人才是让他惊人 大山既然是一个警察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 刚夺走自己第一次的男人 既然想把自己送进牢里 维斯是一个顶流名亲 但也是一名杀手 而大山是一名警察 为了接近维斯 便盘下了他最喜欢的咖啡店 想近距离地调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对维斯蹦了起 一年前 他执行任务时 一个被害人在快断气时 指认了电视上的维斯是杀他的 再加上前段时间凶杀案 都与维斯有着说不来的关联 没有证据的他 便请求了上司 开始了隐姓埋名盘下了维斯最爱的咖啡店 每天一来一往 两人便对对方产生的情愫 然而正是一次任务中 维斯看清楚了大山的真面 他既然是一个警察 而且他的前妻正是上次和自己去酒吧的 也是为了套他的信息 两人还是同一个警所上班 这给维斯气道 直接一锤子打烂旁边的相公 转身就去跑 等就心情不好的他 却又接到神秘人的警告 另一边 大山和格尼昨晚的任务失败 跟了这么久的线索 我们这里断 上次也询问大山有没有在维斯身上 大山毫不犹豫地说没有 然而格尼却看出了大山的不对境 他不仅没有找到线 还帮维斯说话 格尼的醋坛子一下子就打烂 让大山公司分离 不要为了一时的爱情否则自己 最后还把自己儿子牵扯进去 其实大山确实在维斯家里找到了关系 但是不确定是什么 他便偷偷地拿去化验室 让同事化验这到底是什么 而维斯这边看着他和大山的照片 陷入了沉思 随后翻开通讯录找到了格尼 两人之所以有联系 其实是维斯打着自己有部戏要演警察 所以想和他了解警察执行任务时是什么样的 而格尼也有自己的想法 便一直维持着这关系 好巧不巧的是 这次刚好有个紧急任务 就是提供昨晚肥仔的线索的证 现在正在被人追杀 维斯一听是肥仔 眼睛都不对劲 便提议地跟着一起 想做做笔记 保证不耽误 格尼也同意了 下车后 格尼再三提醒维斯不要下车 但维斯依旧不听 因为这次来他就想看清楚追杀那个人是谁 那人把证人杀了后 便跳窗而下 刚好碰到维斯 得来全不费功 一个大男人的鼓励还不如一的女 维斯三两下就把男人打倒在地 当先看男人的帽子时 男人也乘机逃走 戴格尼发现不对势 看到维斯不在车上 便立刻寻找 还是晚了一会 维斯便找了个借口说 有急事被叫去工作 回到老金那 维斯把杀手的画面画给了老金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上次烧自己的那个杀手 可能是汉中的另一个杀手 老金说交给他解决 让维斯处理他和大山的事 去查出大山到底掌握你什么证据 维斯觉得自己很神 既然被一个男人耍了团团团 然而这时老金却笑出了声 为了得到男人的第一次 女人偷偷地往酒杯放东西 最后大口大口地喂点男人 男人却毫不防备 似乎很享受一样 可女人却心事重重 因为过了今晚两人可能会得相见 相见也不是另一人生的 看着大山晕呼呼的 维斯便开始引导大山一起玩真心话 维斯主动地承认了自己爱上 然而大山却说 也是这句话更加暴露了他 原本今晚维斯就是 来打探大山到底掌握了自己多少证 两小时前 他带着格尼来到了大山的店 看到地方的格尼想拒绝 却为十一晚 这氛围很是干大 前任带着现任 本就认识的两人却在维斯面前装不认识 让他没想到的是 维斯早已知晓两人的关系 今晚就是想报复两人 这么久把自己耍得团团了 知道格尼放不下大山 维斯使劲地在格尼面前和大山秀恩 说着大山对自己的好 这给两人弄尴尬了 可格尼并不甘示弱 趁着大山拿准时 想挑衅大山和维斯的关系 说他是一个顶牛明星 对于普通男人来说 和你在一起不真实 也许他只是格尼 然后再向朋友们炫耀 但是最后还是会找是个自己的 这些话并没有伤到维斯 还一直维护着大山对自己真的不应 随后拿着和大山的儿子给格尼 要是他不是真心对我 那他不会介绍他儿子给我认识 这话刺得刚刚好 儿子的亲妈可正在正儿 最后再来一句 说得格尼自己都爆炸了 最后自己找了个借口去看 气到用石头砸了大山的车 没有了电灯泡的两个 便来到了房间 随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 大山的酒精引上头 维斯把他推倒在楼 吹着他送的哨子 再一次躺在他身旁 也许是最后一次 维斯有点忧伤 告别后他便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一早 神秘人就发来信息警告 会在今天动手 于是维斯便联系老金 让他跟踪上次那个杀手 等自己走完这场秀闲 殊不知那个杀手 已经混进了秀场 老金只好赶来秀场 和维斯说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 神秘人设计的圈套 让杀手引导老金过去 随后把老金打晕 扛在车上 而正在走秀的维斯 浑然不止 怎么看也看不见老金 秀走完后 维斯一直都联系不上老金 而这时汉中 却出现在他面前 给雅斯惊道 这不是卡拉吗 另一边 大山醒来后浑身酸疼 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说 上次那个化验结果出来了 正是猎人用来杀人的东西 密室里 红色哨子也留给了大山 他还是晚了维斯一遍 直播杀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力 他是一个顶流明星 却被坏人威胁 让他直播杀了自己的经纪人 不然就把他最爱的人杀掉 在权衡利弊之下 他选择了最爱的人 而他也在经纪人耳旁提示他 这给他惊呆了 但现在可是直播呀 平常维斯的性格 就是大惊小怪的 他也不确定他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现在是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 吓得他腿都在发热 因为一天前 老金被抓 而抓他的正是卡拉 一个维斯以为已经葬身火寒 现在却出现在他面前 但由于现在太多人 卡拉一下子就消失在维斯面前 而维斯也意识到老金不见了 急忙去寻找 却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老金的手机 然而回到家后 卡拉却出现在维斯的家 维斯并不是很惊艳 因为他就是一个捆布的人 小时候卡拉抚养了维斯 还有他的妹妹 但是一直都虐待他们 找到机会的他 趁着卡拉在家 便直接放火锁住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妹妹也葬身于此 而卡拉却在火海中逃了水 二十年过去 卡拉一直在监视着维斯 今天他终于抓到了维斯的把柄 拿老金来威胁维斯 让维斯直播杀了自己的经纪人 不然他就杀了老金 对于维斯来说 老金就像自己的不停了 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自己 无怨无否 现在要他选择要烦 他只能选择老金 于是他就在今天的直播里 找了个借口做感谢经纪人盘买 邀请他上来游戏步动 谭那明显感觉到了紧张 而维斯却表现得很自然一样 随后拿起小刀咖擦刺了过去 全场都震惊了 但维斯很淡定 脑子却在想 原来维斯的小刀并没有自肯 是惊口的瞬间 也让指示人抓住了人们的位 于是他就快速地切了广告进去 让维斯和谭那休息一子 精彩马上就来 休息室里 谭那质问着维斯 刚才说要杀我那句话是诚意的 他不明白 难道是为了爱金 但今天我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他看着维斯 维斯陷入了沉思 随后笑着说道 谭那觉得他疯了 不 他本来就是一个疯 游戏开始 谁拿到王牌便可以对对方做任何想做的事 可能是老天卷不谭那 第一把他拿了一个大 但是他并没有做对维斯不好的事 而是一直维护维斯在粉丝面前的友好属性 一把两把都是谭那语 得到第三把 维斯终于拿了大头 而此时的爱金却突然走开 看着楼下的谭那 都不在密谋什么 直到维斯快从腿上拿出刀子时 一个大灯突然砸掉了下来 直接砸到了谭那 吓到了观众 每个人都惊风而逃 而维斯也呆住 就连电视外的女警察都看待了 这是什么操作 而做这个的人是爱金 不知道他是在帮维斯还是在报复谭 因为那晚谭那片走了他的第一次 第二天爱金才知道谭那件事 另一边 老金松开了铁链逃了水 但是由于太多人 他根本打不费 最后还中了两枪 而大山也顺着监控查到了证 及时帮老金解决了警 但是老金却拿着旁边的手机筒 立刻打电话给维斯 最后还是没有赶上老金的最后一遇 两个爆炸新闻一出 维斯也成了嫌疑员 但是没有证据他们也不能抓维斯 于是就开始搜捕维斯的家里 然而却一无所谓 晚上维斯来到了大山店里 两人都不说话 静静地待了半个小时 维斯默默地走了 回到家后 就让爱金离开家里 维斯并不想牵连爱金 他一定要杀了卡拉给老金报仇 警局里 女警也看出了维斯一定会解决他 想要找到政治 我们就从卡拉这儿下手 第二天维斯精心打扮 来到卡拉居住的地点 荷尔基外的人说开始 老金不在了 还有谁会帮着维斯来 一个又一个地被维斯解决 卡拉想要逃跑 却被维斯打动了手 但也跑进了森林 在马路上还碰到了一辆车 殊不知这就是维斯的队 警察这边却来晚了一遍 维斯早已离开 但是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维斯之前说的 让下属找出费劲的废弃场 果然维斯在这里 他把卡拉叫醒后 直接一把火烧了起来 这次他是绝对的跑不掉了 殊不知这时大山却找了惯 想让维斯就此收手投降 这是小编也不懂 维斯为什么要杀了大山 带女警赶来时大山已经走 而维斯的队友正是爱金 两人开着车自由地在马路上 这结局很让人迷 电视也到此结束 我们下部继